我們來分享醫學方面的 他是屬於復健科醫師 他本身是醫院的院長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高卓慶高院長 謝謝 骨科醫師 骨科醫師 各位好 各位好 今天我是講我們慶升集團 我們慶升集團大概要在二十年前大概有一些信念 有一些技術 所以說在二十年前慶升還不錯 這二十年因為受到很多政策上的改變 我們就懲疾了 那懲疾的這段時間我就做了很多的研究 也跟很多的長輩去學習 那我們現在有一些很好的核心技術 我準備開始發展 那北 往北走我想是往朝鮮走 往南走是往越南走 朝鮮是我自己在走 越南是陳正龍陳理事長陳志欣長在做 西進政策是因為受到九二共識的問題 恐怕有一些需要亂訓一下 但是我想在這個時候 新函是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如果要南進或是要北上 我們一定要有核心技術 如果沒有核心技術 只是帶一些產品或這樣的可能是會有一些 會比較吃力 那我就想我們的核心技術是什麼 那剛剛前面幾位長輩都有在講他們的核心技術 那我們的核心技術是氣血流變 那我們的氣血流變的核心技術就是波平理論 馬方傑醫師有波平理論 葉子中醫師也是波平理論 所以等於說我們現在都在做波平 波平以後呢 它的波動的頻率發生改變 以後我們的氣血才能發生改變 不管是中醫西醫都在講氣血流變 那這些氣血改變 可是你到底怎麼樣去證實你的氣血就改變 你如果沒有證實你的氣血改變 你還就是講一講而已 那我們就講 我們如何去做氣血流變 往下 那這是我一個簡介在往下 那我們可以就是說 我們這個氣血流變是要從哪裏 五臟六腑來排毒 甘心皮肺腎 胃腸小腸 這個膽啊還有三膠 疑脹 我們如果沒有把五臟內腹的那個排毒 把它排掉的話 你打什麼針吃什麼料 通通沒有效的 那完全都錯了 也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把它排掉 你把它再重新再 如果說會講序話 也就是說 READ PROGRAM 也就是說在STAND CELL 在鈣細胞裡面 你如果不做重新的排序 你根本就是錯了 所以你一定要在五臟內腹一定要把它排掉 排掉以後要做CRAD CRAD CRAD就是說如果去把劇 像一個螃蟹一樣 把髒的東西給它抓出去 那你如果在抓的時候 這就是血而已 那你的氣在哪裡 所以要有氣體醫療要交流 那氣體醫療就是 一個就是高牙氧 就是做氫氣 你沒有高牙沒有氫氣 你氣體AIR沒有辦法 能夠在SPO在98、99 氧氣跟氫氣的交換98比2 沒有辦法的話 你根本沒有氣 人一口 佛真一柱香 人真一口氣 如果你沒有那個氣 你這個血再怎麼樣去調也沒有用 那你調完以後 你要做物理治療 當物理治療各方都有各方的技術 我就不談了 那我下來 那所以說 在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先來自己 就要有這堂的技術 那我是做總召集人 那可能有些人也不太認同我者 但是在官方我們已經報備了 那周中堂是做執行長 做策略長 那陳正龍、陳先生都已經 我們已經做了六年 他已經把很多合約簽回來了 那我們審保是做一些產業面 那我們往國外報的就是WHO輔助聯盟 WHOOK 然後往下再這樣一張 那我們台灣政府是來向政策 大陸政府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才是與福建國的馬尾島 馬尾的狼崎島 各位可能很少聽到 但是我希望說各位 如果今天還是把它接進去 不如老師一天台灣人生上廣 跟我們沒有關係 各位我們也輪不到 其實現在我們最重要的 你要把眼光放在狼崎島 福州的狼崎島 各位看接軌政府的名片 柯承恩 如果各位上場去查 你就會知道柯承恩是誰 你會去看看孫俊慶 你就知道是誰 就上面把總統府的名片給各位看 各位一定要知道 我們南進政策要往誰去接軌 不要至於亂吹 到處亂接 萬一接了一些仲介也就麻煩了 這是總統府的 我們做了七年 我們有很多的報告 2009年4月13號 我們就有23頁的報告 可是23頁的報告 因為政府的關係 我們把它留下來了 那到5月20號以後 我發現如果再不拿出來 我們真的沒有機會 因為2014年 我們奉了副總統 陳奧外長的命令 跟黃昭順立委的命令 我們做了這23頁的報告 我們都有報告 OK 如果有人要看這個報告可以看 那我這個報告還有合約書 陳正濃、陳執行長 把這個合約書都簽回來 這個合約書以後有8月 其實我們都已經做了 但是因為在520之前 我們不想曝光 可是520以後 如果我們再不做 我們只能沒有機會 所以說 我給各位看的都不是嘴巴講的 我們拿證實的東西給各位看 新醫院的合約 海防醫院的合約 跟公安醫院的合約 這很像 這一些 可是呢 我們是以治療為目的 所以我們跟健保無關 因為健保可能很多 很多應該不是我們能夠做的 因為那都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有SOP 但是我們的困難 我們的做法跟我們的建議 都遇到事實上很多的打壓 所以我們必須去想辦法去做 再往下一張 所以我只是說 你怎麼沒有帶我去 事實上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 是說你怎麼沒有帶我去 這一張 要給各位大的震撼 往下一張 那各位再看 我們有一級市場 二級市場跟三級市場 可是很可惜了 我們只能去三級市場 因為一級市場 人家的年收入是五萬美金 我們根本沒有資格到新加坡去 新加坡不會要我們的 文蘭也不會要我們的 甚至在二級市場 菲律賓都不太有希望 我們去 所以只有到第三級 所以我們很可憐 我們只能在三級市場 所以不是這個 無奈 無奈 無奈因為是政治的 跟國家的因素 我們只能在第三級市場 可是第三級市場 我們如果再不去的話 就根本沒有市場 人家說你去大陸 弄一些執照沒有用 只能在台灣有用 以台灣的執照 到全世界都沒有用 這個大家心裡要有數 要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說我們如果再不去越南 我們什麼都沒有 因為越南反中共 但並沒有反台灣 那這個是所有的一個 南進政社裡面的所有的Data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 因為各位講說 你不要就像一隻貓一樣 心有餘而力不足 那是一條大魚 可是你跟我們吞不下 要往下面一張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這個慶生集團 就在中立市廣千段 就是在鵝排氣方 我們有15000米的土地 我們準備開始把它 重新來做一個規劃 我們準備就是規劃成為 一個自然醫學的一個營 我這邊大概投資在 應該是在21億人民幣 因為我們同學是 潘新俠潘同學 他是在上海投資100億 那我們在這裡是投資21億 那我現在回到說 我為什麼敢做這個事情 是因為我有在做氣血流變 那這樣子的一個波動的頻率 在改變的時候 輕毒解毒 戒毒排毒 為什麼要做戒毒 就很可憐 我們台灣人吃毒藥 四季毒品 安眠藥症基基 吃到現在大概 我們大概吃掉 一年有兩百萬人 在吃這個毒品 所以他會已經變得毒到 我心裡要有數 為什麼會失眠 你講的再多 通通沒有用 為什麼 他在吃毒品 所以很多的失眠 你在做再多的保健都沒有用 為什麼他在吃毒品 你身上的毒沒有改掉 那什麼叫做毒呢 再下一張 我們就覺得這個毒 你沒有把它排掉 沒有用 所以你要血 要把它排掉 氣要排掉 水要排掉 所以我們這個理論 跟我們事實上 是要去做的 我們不會去做一些 懸殊性的演講 我們會做實質的 我們怎麼去排你排掉 你沒有排掉 氣沒有排掉 血沒有排掉 水你怎麼用呢 所以我們如果去排 我們有十種處方 這個十種處方 再往下一張 那你這個十種處方 你怎麼來的 所以 第一個還是IPP 那IPP 我們跟IPP的合作 大概有八年左右 我們同學一個 臨神器也有 我跟我們做了八年 做了八年以後 發現有很多的山寨版 但我也不好意思講 因為他們都是 大家都通 但是從今年開始 應該要整個 要把它整對下來 所以我們也投資了 將近五億左右 把這個IPP 整個拿下來 因為我跟各位講 什麼叫IPP 也就是說 你今天一個宇航員 到太空裡面去的時候 你如何把你的生理參數 你的參數 你怎麼樣能夠運送 超過幾萬公里送到 送到你地面上的工作台 那你這個工作台 你的所有的這個 醫生護士 你怎麼去 還有檢驗人員 你怎麼去判地 你不能再用一個CD scan 什麼MI 那都不對的 你怎麼去把你的生物波 能夠傳遞下來 那這個東西就是 從二十年 三十年前 一直到現在 我們拿下來了一個 IPP 這是institute physical psychology 的一個institute 都出來一個生物波 那這個生物波呢 那又現在很多的醫生在用 那我們現在 我這個首先是研發中心 和總代理就是 我在我們氣增機板的手上 那我還整完下 那可以說 把省家的線圈 但是在以前我們所做的 是沒有辦法做遠距的診斷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在做遠距診斷 各位大概不清楚 我們大概五六年前 我們做遠距診斷的時候 我們澎湖的那個醫生 就被派行 說因為醫療醫療法 你沒有那個其實是幹病人 所以這個 就台灣很多東西 這個 不曉得應該怎麼辦 但是山寨基什麼 我們現在 我們都已經破解了 resource code 就是說原始碼 我們已經把它鎖板 就是說我們原始碼 就開始不給了 OK 那往下 我們不給了原始碼 但是最後 我們還是會做到一個 終端的一個連接 能夠把IPV能夠連接上 以後才能夠做 做 duplication 然後能夠放大到很多的醫生的手上 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的醫生 已經很會使用IPV3DMA的一個系統 那現在我們再往下走 那我們什麼叫3DMA呢 當然很多醫生在用 但是我是希望說在醫生之外也可以用 它是在細胞還有它的分子 還有染色的chromosome跟基因的一個檢查 這是因為它每一個東西 它所產生細胞的分子當中 它的一個波動的頻率 產生氣跟血的變化 而不是只有中醫西醫的餘味 但這個時候它產生的一個波米的變化以後 轉換成為很多的分子的訊號 跟紫子的訊號 跟Pagetor的訊號 然後往下看 那這些訊號以後把它反推到一個 一個智能上的一個平板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出它很多的data base去改善 或者是去改變 那因為呢 電腦現在越來越發達 所以我們的大數據戶越來越多 那所以說我們輸就輸在說 因為大陸帶有十幾億的人口 那歐盟又幾億 所以說我們的數據都是 反規是到了法國去了 那我們現在身上的九大系統 就把所有的data 所以我們現在 今天跟各位講就是說 因為很多的醫生已經開始在使用 那可是各位如果不了解 你怎麼去做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判讀 說我到底要怎麼做 我現在是告訴各位 因為我是原廠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講 這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現在給各位看的圖就是 我怎麼去把這個data射出來 然後射出來以後給了醫生去使用 醫生不管是他用他什麼的療法 他就會有治療前後的比較 那這部機器的使用就是在這個樣子 在往下一張 那我們的分析跟建議呢 就是說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說 譬如說某個醫生你要做什麼建議 你有的data base去做 comparable before after都有的話 你就好去做了 你可以在你的診所或是在你的醫療體系 就可以做很好的一個解釋 再往下一張 那在這樣子的時候 你只是血跟信息的改變 那你氣的改變在哪裡 我們現在所有全世界 沒有一個機器跟一個方法 可以了解我們的氣的改變 你在生氣還是在受氣還是在什麼氣 還是你有氣節還是你有露氣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只知道你現在的氣不對 那你如何去把你的氣改變成為一個digital 一個數字碼 用這個數字碼來告訴你說 我現在的氣是多少 那我有沒有去阻塞 那我這個要用多少的功率 多少的EARTS 或是多少的Ampitone的培量 跟它的那個震動的幅度去打通 你怎麼知道我現在任督二脈怎麼打通的 你怎麼知道我有打通 或者你知道我沒有打通 那這就是氣功師傅在講 講半天喔 我這幾十年我一直覺得很納悶 講半天我也是挺不懂 我去找了很多氣功師以後 我發現說還是回到基本的自然科學 電機的理論下去來找 電主你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一個氣 經絡的改變 它一定有氣主 從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你怎麼樣去把我的Digital去改變 怎麼樣去把氣給打進去 我這發現說現在已經找出來了 就跟我們的水機一樣 你要有入有出 也就是說氣如果堵住 表示說你的進氣的 進去的電波的能量 跟你出來的電波能量 它沒有達到平衡 這表示你有足力 你在做治療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做治療 那你的這個足力變小了 這表示說你的氣通 你什麼時候你氣都還沒有通 你沒有辦法去convince你的病人 你也沒有辦法convince你自己 你就沒有辦法去做publish 你就不能過去發表 所以我現在就完全可以發表了 因為我們已經找到 怎麼樣去把入的氣跟出的氣 去做數字化 去做標準化 好 OK我們下一張 那我要把氣給排出去 然後去打通 那可能在這上面之間 可能有很多要去想說 是靈界的問題 那個都不管怎麼樣 但事實上我還是希望各位相信 因為我在做這幾次年的發現 你如果沒有跟靈界 你自己也沒有去 好好的把你的波平打通的話 前面幾個教授都可以各位看很多科學了 這事實上是科學 你如果沒有把自己的精氣的能量搞定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你這個檢測非常的準 那往下 那你現在只有氣 你只有血 你還是沒有水啊 人的身體是70%的水 你的水如果沒有改變 你有什麼用 你再好的藥也是假的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 降低致癌毒物的一個專用水機的一個設備 那我現在這個設備 我已經請到很多的專利了 但是還沒有辦法去發表而已 那如果去讓一個自來水的入水 然後也就是說一個入一個前置的作業 跟一個後置的作業 然後怎麼去把它磁化 也就是說 聲光電力水池氣熱 你這八種功夫沒有做進去的話 根本不可能自閉的 你只能說是織毛細節 就是這樣講講就好 你真的要做一定要偷偷 你一定要偷偷 你一定要偷偷鎖回血 聲光電力水質氣熱 你沒有這八種功夫搓下去 你根本做不到 我再往下 就算做到你還會復發 這一復發不得了 馬上recollapse 再repounding回來 不得了 所以在降低致癌物質的時候 要改善你的肝風能 助學完 控制癌細胞 還有人在考 所以就挑戰說 你真的能抑制癌細胞嗎 OK 我可以看下一張 我們在SGOT GOT我們做動物實驗 我們做經絡大學 經絡循環的 跟細胞存活力的 我們都有去做paper 然後再下一張 我們的paper裡面去走 如果去做這樣子的CD4 然後再下一張 如果去做對照組有輕的 跟沒有加輕的 跟沒有加輕的 有加炎 有壓藥跟沒有加藥 再往下一張 再往下一張 那個時候 我們就產生一些報告 都有出來 再往下一張 那個時候在做一個 很多的這個 代謝的搖反 我再往下一張 好 這個都是我們在 這個是期中報告 這是在期中 就是說我們在做 研究的期中報告 然後我們有個期末報告 這是最新的 再回去前面一張 7月27號 2016 7月27號 我們就做conclusion 然後再往下一張 也就是說 今天要去做這個事情 不管你是做氣場的改變 血液的改變 你的水的改變 一定要三合一 也要把 致癌毒素的濃度 你要降低 也不可能降到零 不可能啦 一定要降低 同時你要有磁環的磁波 然後這樣才能夠生癮 再最重要是要做 細胞膜的交換 你所有的東西 如果沒有做細胞膜的交換 你的細胞膜上的 軟磁子的 phospholipid membrane exchange 不能夠改變的話 你的蠟鉗 你的唯一一直不能改變 那都沒有用 所以這些的改變 都要先報告 這些檢驗報告我都有 再往後面 再往後面 下一張 所以說前自立區的檢驗報告 後自立區的檢驗報告 重金屬的檢驗報告 衛福部的檢驗報告 我們都有 再往下一張 這是我們所有的TOTAL的一個手錄選 再往下一張 但既然有了 聲光電力 水質氣熱 那你這個東西 你必須要去做運動 才能夠把它抬掉 你不能老是只坐在那邊 躺著 但有的人去生病 就是因為 一天到晚會躺著 那才會生病 那你怎麼樣 讓他不要躺著 想辦法去做exercise 就叫治療性的訓練 也就是所謂physical surgery sports sports的一個serapy的training 我往上 下一張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才會把運動療法 主動的 是自己去運動的 全身的是 還有被動的 那有的是 師傅的 就是功夫療法 還有的是 很多的 剛剛前輩講的自然療法 或是育療療法 那我往下一張 這都是運動療法 這些東西 就說我們一天到晚 正僵療療 也不管你天故什麼 這通通都是知機莫節的 你原理 你的orange 你沒有去改變 你後面 你怎麼做 你只是一個 叫做consulting 也就是一個環境 你沒有辦法自本 我現在跟各位講 是在做自本 當自標還是有很多的理論 也可以做得很好 那你自本 就一定要有一個水平運動 這個水平運動 都有很多的 Telbert的支持 所以一個在做水平 就像 為什麼 這都是太空人training 的時候我們是看出來 他要水平運動 然後再下一張 他要垂直運動 畢竟他有rotation 他有3D 再去運動 再往下一張 這個時候 在國家衛生研究院裡面 他們都有這樣子 至於說 你的軟骨細胞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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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通通會改變 這些改變 因為我本身是骨科的時候 那時候才會解決到 你的骨科裡面的骨髓 如果沒有改變 就跟各位在菜市場 你如果說你的那個骨頭 把它打脆 裡面是黃的 那你就知道嗎 你要打一條紅的 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才會有 所以為什麼 要去做拉筋的動作 有的人要去做 不管做太極 或是說我們做拉筋的動作 就是要讓你們去做stress stress 以後才會產生 張力 壓力 阻力 張力 壓力 阻力 這些硬力 最重要還是在硬力 你這個stress的硬力 如果錯了 就會錯 所以為什麼現在開刀 很多一開完刀以後 沒有上個月的鋼板斷 不然就是骨頭就露出來 根本從頭到尾都是錯的 我們很多外科開刀 因為我現在有 我對自己也很抱歉 就是我們很多的醫生 只會開刀 而不知道為什麼要開刀 開這個刀 要開什麼他也不知道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沒有把stress 力點考對 硬力 張力 阻力 你根本就是沒有辦法 在開刀之前 你萬一就是靠眼睛 靠你的經驗法則 那都會錯 再往下一站 所以 你只有這樣子的話 你聖光便利 水是熱力 你這個時候 你如果沒有辦法 去做溫揪的時候 你有辦法 所以要配合溫揪 但有不同的溫揪 那都沒有關係 每家廠商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 你這一想就糟糕了 怎麼都是要三個 因為我還買三台機器 四台機器 這比較貴 所以說完了 那這是不是弄個比較便宜一點的 可是我算一算 哇這還要一萬美金耶 也不太便宜 但是不管怎樣 這還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一個idea 那再往下一張 那在這樣子的話 那你的 你講完了講了半天 我們做了半天 你的 氣如何去交換 所以氣一定要交換 你如果沒有氣 佛真一炷香 人真一口氣 沒有氣 你也不能到廟裡去 你只能到墳墓去 所以一定要有氣 那這個氣一定要有氧氣 那你的氧氣 你如果是醫療型的氧氣 跟空氣的氧氣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 要有不同的氧氣 要有不同的氧氣艙 然後再往下一張 那這些東西呢 都可以在很 很重要的場合去 去弄 但是如果說 各位已經到這種場合了 我想來就不必去 那就是 那就是 所以說最好不要走到這一條路 不要走到高壓氧的路 而要去做高壓氧的氧氣艙 而不要去做高壓氧的治療艙 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如果到治療艙 他的高壓氧艙 一定要1.8到2.0以上的大氣壓力 如果你是在治療艙跟養生艙 你大概在1.5的大氣壓力就夠了 再往下 所以你不管你的 紅血球白血球 你不管你用 你講什麼理論 什麼共證 講得再多 你如果沒有氧氣 那就忘了 再往下 所以你必須直接 在血裡面 繼續氧氣的作用 也就是說 你沒有氣 沒有血 沒有水 這可不是一個生物 那講了半天 就通通沒有用 你要回到一個生物 還是要回到它一個基本面 再往下 那我們的基本面 就是高壓氧腸 再往下 那這是我在雙德醫院的 我們的高壓氧腸 我們林醫信 林醫醫院的主委 都來看過我這個高壓氧腸 這是在下面那個是副腸 前面是主腸 再往下 那有氧跟沒有氧 有氧跟沒有氧 相差很多 這個都是醫療的設備 再往下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變頻 發生波頻 波動頻率的改變的時候 如果說今天改成氫氣呢 那就是氧化還原 如果今天用氫氣的氧化還原 可以把自由基跟氧 所產生的氧化的所產生的傷害 可以把它緩解掉 所以一定要用氫氣腸 那氫氣腸又不是很容易的 那現在氫氣做得最好的 還是逢獎大學 還有廈門大學 還有重慶大學 各位要介紹 是逢獎大學 不是台灣大學 逢獎大學做得最好 那全世界的 逢氫氣的 主要的 一個 辦事處 就是在豬家大學 朱博士手上 那我們跟朱博士去研究 怎麼去把這個經濟給弄 那你有了這些東西 聖光電力水池 都還是要 你怎麼去把你的頻率去改變 所以要有 阿川上的音樂 音樂療法 音樂的一個東西 來做音樂的一個療法 因為你這個波動 它一定會共振 各位前面 看了幾個博師 還有馬醫師 送葉醫師啊他們去做 還有一個睡眠的幾個博士 梁博士來講 你為什麼會在五月天 它就是一個音樂 一個聲波 這個聲波 讓它去表達你內心的感受 增加你的經營力 全體的團統 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這是 在這種聲波的光內 如果去做光療 那就來了 聲光電力水池熱力 通通有 所以你必須要 ILIP 而往下 那有的ILIP做得很好 有的ILIP做得不好 但是不管這樣 你的NALOM的 都是要在 六百三十二點八個NALOM的 不要在這個地方 那十五年前到十八年前 我們在上海做的時候 的那個 NEDLE 那個非常的粗 結果上海市 把這個整個 整個研究所都 close 掉 然後我們又回頭來 重新再做 做了之後 回到德國去做 這時候德國再回來 所以我們也很可憐 經常在法律邊緣上 在走 那走完了以後 那你如何去回歸到 基本面 讓你的病人能夠好 就是要過百度水症 所以親身醫療到最後 我就靠幾支針 就給你辦一次 你其他的是 非侵入性的醫療 而這是侵入性的醫療 因為乾苦 乾苦 就乾非常苦 你的命方 如果不能夠解乾 你的命藥不能解乾 你這個醫生沒有辦法 不管你是 什麼科的醫生 你沒有辦法 把乾的問題解決 都能解決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 當然這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這些弄完了以後 我如何去做一個 變頻的 波動變頻的熱療 我又不是做鐵板燒 很多人就說 我們去熱療 去烤烤烤箱 我覺得那時候 烤鐵板燒 因為你真正的身上 要去做治療 一定要超過41度 好 再算回來 所以我 我那個時候就是 把這個東西 去弄成像41度 那就跟德國來學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做得最好的 也不是德國 其實是中國的 中國哪裡的中國最好的就是 哈爾濱的工業大學 他是做得最好 熱療做得最好 但是這個是很難講的 反正就是出名還是在德國 所以這時候溫熱療法 四五年前那個周州長 理事長把我到台大去演講的時候 講烤烤 那個時候還是 還是美國的威斯林 可是現在 應該已經完全輸給德國 我覺得美國那一套已經輸給德國了 你再往下面一張 所以 不管我們的熱療的儀器 或是我們的水 灌到腹箱裡面去 不管是全身的潛塵 就是說 它是從 表皮的中吹整體質到 內臟通通可以做治療 這樣子去做加熱 因為它不會有任何的 radiation的傷害 而不像你說一個什麼 直指治療機 你要買五十億 一百億 然後又要去搞 我覺得說 傳統的西醫有傳統的西醫好處 不過我已經 我是認為說 我還是回歸 回歸基本面 科學的療法 我不太喜歡用自然療法 你會不會覺得人家有機會 我就還是用科學 我們回到這往下 那因為你科學的 你才會有 傳導對流跟輻射 你傳導對流跟輻射 是國中一年級的學生都懂 那既然是國中一年級的學生都懂 那為什麼我們大學畢業的醫生不懂呢 我就搞不起做 是我們出問題的 還是教育出問題 因為你從最基本的去做 細胞的反應跟基礎代謝 你才有能量代謝啊 那不是我們小學 不做念書就這樣講了嗎 是不是就這樣子呢 初中也是這樣講啊 你這樣子你才有溫熱的生物效應啊 我們在大學一年級 念的生物化學 念的發育生物學 放射生物學 這是大學一年級念的啊 那為什麼我們大門專科醫生以後 反而忘了要怎麼去做呢 是否我們台灣的教育真的出問題 所以我們是想說 我們一定要回到 對整個的器官的一個整個的去了解 再往下面一張 所以我們叫做 Holobody Holobody 也就是說一定要到達42度 41度 所以我的block裡面就寫 以前我就寫41度 當然我也被判刑了 我還發壞9萬塊 可是也沒辦法 可是那個患了 那些腦袋也不曉得 才不像的 你沒有41度 你做不到的 病是不會好的 39度以上才是真正能夠治療 當然你不能夠把你的燒 去燒壞你的腦袋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治療機裡面 我們把heater加進去以後 讓它做Holobody circulation 一定要到達身上的核心溫度 要在41度 以才能去做治療 那當然我們有影片 你可以我們很短的時間訊號來看看影片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什麼叫做熱療 什麼叫做熱化的一個洞療 這在庫務上都有 如果說有空的話 或是看不清楚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它什麼叫做熱療 就是熱療就是說 是把這一個 什麼是熱療 簡單來說 就是將人體體溫增高 作為治療的一個方式 讓人的體積體溫 優為設置36.5至37.1度 若將體溫上升至37.5至38.1度之間 則是一般保健常用的溫度 如固件 增強免疫 如固緩能控等 後再繼續上升 在38.5至40.2度之間 則是作為的確醫療用途 如工師科 育膚科 以及患性炎症的治療 後再提交 幾乎時間的5至42度之間 就是重症治療的半酬 其中途治療 現在有許多熱療方式 而且醫療上主要使用 非接觸式的進口外線 微鍋熱療 以及超微鍋熱療 其中有以進口外線的安心性炎症 為什麼公平的紅外線有血統分別呢 紅外線周圍A B B 占所波長 各種波長的紅外線 切割長的波色分道 但是一切割的根部頭 也有不同的效果 如固緩裝 紅外線A 可達大股膀膩 其中大保護的能量 是以下育膩的整個肌膩血管 因此有效果看到兩種律師的律環 走紅外線B 子彈外線B 在兩種律師所 有力推出的又律師 elicin 企鑲膏作為護的年次有多重要呢 攜受指示 我根氣、幾根B 已經是唸印能量不足 遇到最容易進行的身體 甚至不止癌細胞增生 不能將脂肪維持在 36.5 至 37.5 度時 整體的內臟吸引毒藥 血液率高 肌脂帶血液率高 血液循環好 各種平衡 一致整體調節性能合併 這其進行治療服務物品 人體最健康 由此可見 熱療的好處 為透過提供的提升 以及身體的熱感性 除了提升免疫細胞的活動力 更直接是暫停放療或化療的盡量 甚至不作用 並繼續渺小 除了瘤內腫瘤外 以及所有的腫瘤去做熱療 包括肺癌 胃癌 肝癌 大腸癌等等 熱療體的胺癌 原來比較正常體肌 才可為體肌改善熱後 嘴巴精神的面化 正常體肌 受熱後溫度增高 油管的滲透性改變 油管塑膠 指揮力度加快 增加正常細胞散熱 與養熱熱氣度的交換 達到有效的體力引發 掌握腫瘤體肌 掌握腫瘤體肌 掌握腫瘤體肌的維持觀賞 血流亂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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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其熱量不亂丁 最後造成管理細胞成章 此外 在體溫生章 尾管塑章的作品當中 我們更有效的 以往更多引發的痕癌 或是化療藥去腫瘤體肌中 抵抗癌細胞 所以跟各位講 就生光電力水池熱氣 這個東西必須做氣血的流亂 你先去做檢測 你血液的檢測 不管你是一滴血的檢測 或是抽血 或是DMA 你通通可以去做 做完以後 你還是不知道 你的氣在哪裡阻塞的時候 就要用我們的氣檢測 氣檢測以後 你在你阻塞的地方去把它打工 然後你再去 不管你去做 聖光電力水池氣的 你不管用哪一種瓦法 或是用開刀 或是用什麼 你通通去把它弄 弄完了以後 你再加上你的水 你沒有水 你根本就活不下去 人的70%都是水 所以真的要去做的是 要有氣、血跟水 你才能夠去治病 這新型專利 我們也寫了論文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就是 我今天要講說 我們青森集團 為什麼能夠籌資 20億以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 一個整套的核心技術 再往下一張 那如果聽不懂 拍拍手就好了 謝謝各位 謝謝高二師的分享 非常棒 那如果還有一點時間 要不要看看 就說我們是 要重新要收看 我們時間有限 對 感謝高二師 謝謝各位 掌聲謝謝高醫師的分享 運動樂都很重要 那還有一點 也謝謝高醫師分享說 謝謝高醫師分享 想前進南方 如果各位 事業友想要到南方去發展的話 可以找周 周理事長跟高醫師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呢